好 那么日前传出呢 因为这个指挥中心没有开放医疗院所提供自费来验抗体 帮这个四叉猫来检验的这个核心诊所呢 恐怕会依照违反医疗法被开罚5到20万元呢 消息一出让许多的民众大呼 哎 简直是不可思业 我自己想要出钱去验抗体 竟然还违法吗 让大家觉得实在太夸张了吧 好 就是因为呢 大家应该对他蛮了解的吧 网红四叉猫 因为他在网路上头公布自己去施打 他打的是高端疫苗15天之后呢 他的这个抗体检验报告公布了 不过呢 由于因为国内呢 现在没有开放民众自费来检验抗体 目前也没有相关 没有核定的这个相关的收费标准 所以如果呢 医疗院所提供服务 而且收取费用的话 最高是可以罚到25万元的 好 台水上客问哲呢 日前就被询的时候就被问到这件事情 他表示呢 如果是自己花钱去做检验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嘛 好 那么医师苏伊丰呢 他就表示说 好 他虽然说打完这个国产疫苗 验什么抗体浓度呢 只要好 有疫苗打这一份 有打国产疫苗这一份爱国心 就可以抵抗病毒入侵了嘛 好 其实相当的酸对不对 好 也有网友说呢 为何要阻挡人民 值得权利呢 这是民主国家的做法吗 大家都觉得奇怪 我想要去打国产疫苗 我想要验抗体 我想要知道我身体有多少抗体 难道错了吗 对于这件事情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中央说民众不能自费验抗体 否则要开罚 好 柯文哲说 好 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嘛 蓝俊也讽刺了 难道是怕民众验出来 都是高端没抗体 才会拿罚则要下百姓吗 网红四叉猫日前公布 自己打完高端 15天后的抗体检测 报告单上显示 打完高端后未达标准值 没有出现有效抗体 引发网友之一 结果他朋友混打AZ和莫德纳 也跑去验抗体 结果竟然是四叉猫的140倍 消息一出社会哗然 不过蔡政府立刻说 民众自费验抗体 是违法要开罚 其实我们目前是有12家的 这个指定医院 指定的医疗院所 是可以验抗体 目前虽然我没有开放 民众自费检测这个抗体 卫生单位强调 非指定医疗院所 擅自验抗体 可能会被开罚5到25万元 但你到底凭哪条 去罚百姓 根据传染密防治法跟医疗法 但是确实是哪一条 中央也没有很明确 用百姓纳税前采购的疫苗 民众为何无权知道 疫苗到底有没有效 难道是要逼百姓吧 嘴巴闭紧 诊手能不能做检查 我觉得他如果是智慧的做检查 也不是什么 什么犯法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不管过去怎么样 未来想办法让市民可以验 可以吧 可以啊 想要知道自己 有没有具有保护力 有没有具有抗体 那当然这里有老百姓 自己的权利 更有人执意不让百姓自己验抗体 难道是担心高端验出来 都没抗体 核心啊 他是错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吗 好大的帽子啊 没有啦 没那么严重啊 我告诉你他错在什么你知道吗 错在竟然敢 验出高端的抗体太低 中央说不准民众自费验抗体 是担心标准不易引发误解 但没经过三期实验的高端 百姓打下去 还不准去验抗体 恐怕只会增填 百姓疑虑 记者杨七号 许光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昨天呢 有这个莫德纳疫苗来到台湾了 而BNT的部分呢 有184万剂 是目前完成了检验了 截至昨天中午呢 这个疫苗意愿登记的部分呢 勾选BNT的部分 已经超过了402万了 民众很关心的是呢 是不是能够扩大施打 那指挥中心是表示了 如果这个疫苗提供 校园接种有剩的话呢 不排除会针对第九类 未满40岁以下的人来开放 9月初到货的BNT疫苗 总共184万剂 16号完成封建检验后 将在18号配送第一批 78万剂到各县市 等到中秋廉假后 就会开始在校园施打 新北市已经规划 在22号开始进入校园接种 学校体育课在两周内 都会采静态活动 不让学生激烈运动 疫苗意愿统计 截至17号中午 有超过405万人勾选BNT 目前大家都有意愿嘛 那我们会根据 卫生局提报出来的 这个校园接种的施打 施打的一个排层 可以用多少的疫苗量 去再开给其他的一般民众 BNT施打对象 除了12到17岁学生 将在校园集中接种之外 也将开放第九轮 优先给18到22岁的年轻人 和40岁以上第九类民众 还有65岁以上长者等等 三类人预约 但接下来是否规划 扩大对象指挥中心这样回应 会一一年龄层 就从第九类的40岁往下开 就是如果第九类都开完之后 就再来就是会朝 64岁这个年纪再往下开 第九轮BNT预计在 9月20到22号开放预约 施打时间就在 9月25到10月2号 这段期间有没有可能 再来下一批BNT 有没有可能扩大施打对象 引发民众关注 记者陈佳碩轩台北报道 好 全球都在拼施打疫苗 在古巴呢 也正式开始为 两岁以上的儿童施打疫苗了 尽管呢 打的是他们当地的国产疫苗 也还没有被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核准 但仍是有许多家长呢 带着小朋友前往诊所 来施打疫苗 而在英国呢 也将会展开儿童 混打疫苗的试验 希望可以让这个小朋友 避免心肌炎的风险 小朋友睁着大大的眼睛 睁打下去立刻飙泪 古巴从16号开始 正式开放两岁到十岁的儿童接种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 大规模为两岁以上 幼童接种的国家 他们打的是古巴的国产疫苗 但目前还没有获得世卫认证 让部分家长不免感到忧心 但当局保证疫苗 对未成年绝对安全 也开始将数据交给世卫 以获得批准 有鉴于没办法打疫苗的儿童 染疫病例暴增 英国也展开研究 调查青少年混打 不同疫苗厂牌的免疫反应 这个试验招募360位志愿者 做人都将施打第一剂的辉瑞疫苗 八周后将接种第二剂 全剂量或半剂量的辉瑞 全剂量的诺瓦瓦克斯疫苗 或者是半剂量的莫德纳 以便找出最适合打第二剂的疫苗 而巴西卫生部15号 公布了一份技术声明 建议暂停为12到17岁 没有合并症的青少年 接种新冠疫苗 只建议有永久性缺陷 合并症或陆间服刑的青少年接种 不过这项建议被许多专家反对 认为青少年接种人是力大于弊 中断疫苗接种会造成混乱 还会给民众疫苗不安全的印象 记者李宇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收尾